各位小姐朋友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余會 歡迎您收看回藍熱血開場節目 今天我們節目很特別 我們第一次採用線上同步錄影的方式 我們邀請到很多位的來賓 在不同的場域不同的鏡頭當中 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 是什么呢 就是跟大家讲 这个开春过后呢 2月19号 有一档很精彩的陶艺大展 叫做桃花园 那先跟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现场来宾 在我右手边这一位呢 大家好熟悉哦 不管是医师的身份 或者是局长的身份 大家都好喜欢他 我们的现在要称呼您江岳晨医师 是是是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江医师 好大家好 雨慧好 那在右手边这一位呢 也是我们花园在地很优秀的陶艺家 是我们的瘦赵年瘦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在右手边这一位呢 年轻漂亮气质很好啊 也是我们的陶艺家 我们的王小弦老师 小弦老师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在更右手边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呢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哦 在所有的社福气候团体 他都是很认真很努力哦 在服务我们的一些弱势的家庭跟儿少 是我们的善目中心的执行长朱玉贵 玉贵您好 是主持人 电视机前面来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在另外一个空间 跟我们同步进行线上录影的呢 就是我们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 洪中凯洪执行长之长您好 跟大家挥挥手您好 朱玉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执行长跟我们这样同步一起加入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 那刚刚一开始我就提到说在这新春开春之后呢 会有一档很棒的桃艺大展叫做桃花园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感谢就是中央能够给我们的文艺界艺术家这一笔金贝 来支援我们的优质的艺术家来举办这个大展 那所以先请我们的洪中凯执行长先跟大家来说明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是不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呢 也给我们的这些艺术创作者有很大的支援能量呢 洪执行长请说 是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因为去年的疫情 因为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所以在各行各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特别是艺文界 有很多的本来预定好的一个展演的档期 就都临时取消了 那包括很多的这个创作的艺术家 他们原本要做的相关的展览 大型的这个演习的这个活动呢也都停止了 所以对这艺术家的生计也造成了影响 那包括说本来透过展览可以贩售自己的作品 那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都减少 所以呢文化部也很贴心 他就推出了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积极性纾困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积极性纾困的方案 他这一次最高上限可以申请到250万 那整体他们拨了非常多的预算 那到截止到1月份 其实有很多计划已经陆陆续 都在执行当中 那文化部推出的这个艺文的 积极性纾困最主要的三个目标 就是说希望创作能够不中断 那人才能够不流失 那再来就是数位能够再晋级 那我们从后面这个讲过来 就是说数位升级的部分 就是说过去的展演 都是属于实体的一个展演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预期可能有 疫情能够会延续多久不太清楚 所以呢相关的展演 我们就把它变成线上的一个展 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记忆线纾困申请的方案 都是在线上做展览 那线上做展览呢 他们的一些作品 就可以一样可以在这个网路上面做贩售 对这个艺术家来讲说 生计就能够有一些照顾 那再来就是说创作不中断 就是疫情期间呢 他们的创作的作品 不要因为展期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创作就中断 特别是包括剧团的表演 然后音乐类型的这些创作 都不要中断 那人才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这个艺文的 这样的一个生计不好 不好生存下去 大家就不做了 所以透过积极性纾困方案 来给大家做一些协助 那这一次的这个 一起议会的这样的一个 逃逸的活动 也是在积极性纾困的一个 补助方案当中 有获得到还蛮多的一个补助 很感谢中央文化部 有这样的一个艺文纾困的专案 能够让我们在地优秀的这些艺术家们 能够有机会有能量 能够让他们的作品持续不间断 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我们这个桃花源大展 在2月19号要正式开展了 那这个党展期的主要灵魂人物 就是我们的江岳晨江泉局长 局长我还是想称呼您局长 那是不是也跟大家说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让您觉得我们希望 能够来办这样的一个陶一大展 是 其实花蓮好山好水 除了好人文之外 很多的好艺术的艺术工作者 不断地在这块土地去帮忙 那我在8年前 在东海岸文教基金委 当董事长的时候 就跟瘦老师 蔡蓉忠老师 王小贤老师 他们合作过 那曾经有走泥岁月 有这个师徒友情 那期间我们这些陶一家很可爱 他们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 日本有一个友田 在左赫阿嬷的故乡 左赫县的友田 它是那个伊万里跟唐金 是日本的这个陶池之都 然后我们特别还去那边去参访 那后来就有了108年 我们花蓮在地的国际柴燒艺术季 那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 那一路走来呢 我们对这个陶艺 应该从小大家其实最喜欢玩水 玩土 然后放火 所以陶艺结合到 我们人和土和水和火 然后还需要风 这个几乎说这种五行的力量都在里面 那花蓮的财烧艺术家或陶艺术家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很可惜在这次疫情的状况下 很多展览的机会 和交流的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谢谢我们东半这边 有这个资讯给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团队 帮这些陶艺家学政府的纾困计划 然后向文化部争取预算 那当然预算我们还是有限的 花蓮陶艺家优秀的陶艺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策展人寿老师的这个斟酌之下 我们以这一年这两年没有展览 然后没有受到帮忙的这些陶艺家为优先 但是这十位陶艺家都非常非常优秀 会在这一次我们在2月19到2月27 这整整有十天的这个时间 展览时间在文创中心 文创园区为大家献上这个 这些陶艺的作品 是也很谢谢我们的江医师长局长 他可以利用他在当过这个 行政首长的一个资历 你知道如何争取写计划 争取积废 那如何办一个完整的 能够周延的一个展 所以协助我们的艺术家们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展要推出 那我们策展人是我们的寿老师 老师本身也是一个很专业 在这个陶艺创作部分 那老师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疫情期间 是不是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 真的真的是十分的艰困呢 这个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对我们陶艺界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重大 因为过去这十年台湾的陶艺界 是欣欣向荣 对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先天上的一个缺陷 就是我们几乎把整个市场的重心压在对岸 那在这个新冠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这个陶艺的作品过去中国大陆 几乎是已经中断了这个交往 对 所以很多的陶艺 那个不只花脸 台湾的很多陶艺家 都面临着断炊的状态 真的 甚至于有的以前是大师级的 那个作品一件都是 都是五位数六位数的作品 现在都拿到网路上面去零元起拍了 这种困境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打破这种困境 那很高兴这次就是那个文化部 有这个艺文团体纾困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就能够趁着这个计划 我们把我们花脸在地的陶艺家集合起来 我们先用展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困境 让透明度 那个见光度高一点 然后能够帮助大家在 我们自己台湾 把这个作品展现出去 增加一点大家的收入 是 OK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出来的时候 孙老师你觉得很振奋吗 马上怎么抠人呢 这个 这个说来也是好玩 因为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东办 东办这边非常积极 我完全不知道文化部有这个计划 是东办这边的 东办的执行长 副执行长 婚姻 婚姻副执行长 还有里面的文化部的科员 陈思宇 他一直打电话跟我讲这件事情 那我一直也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我想这个事情离我太遥远了 是 那有一天我们在骚摇的时候呢 这个陈思宇小姐呢 他就拿着企划书到摇厂去找我 是 然后我还不太想看 打开了看都没有 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是一个 耗费十日啊 而且我本身也不懂的这个流程 那所以我后来我就把这个文件 转交给我们 给专家来 给专业的来看 结果后来呢 真的办下来了 那 当然是很高兴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邀请我们在地的陈一家 所以我们就是 优先就是以那个2021年 没有参加过展览 在地陈一家为优先 那有的 有的 陈一家呢 他已经参加过 法典县政府文化局的展览了 那文化局的展览 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补助 那我们 我们为了这个 照顾更多的这种 陈一家 这样才不会去 辜负掉这个文化部这个 纾困的精神嘛 所以我们就找了这十位陈一家来展展 是 所以这是希望说 每一笔得来不易的补助经费 希望能够照顾到更多 更多更多优秀的在地艺术家 没有关系这一档十位 我们希望很快又有机会 在下面的十位二十位三十位 我们待会再拜托洪子兴讲 他其实有听到 他跟我们同步他应该有听到了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的桃花园 不只是桃而已 那这时候就要请我们的小贤老师 跟大家来分享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围棋 应该算九天 围棋九天的桃花园大展 它的内容主题 有哪些 就请小贤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还有手作桃 然后还有一些茶艺跟花艺 那茶艺是从19号开始一直到27号 每天都会有一位桃艺老师来现场 跟我们一起泡茶 然后帮助我们导览现场一些作品 那还有每天都有一位老师来带领手作桃 而且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然后还有就是 19号 20号还有26 27 都有在文创都有我们的去桃郎 去桃郎 去桃郎的意思 去桃郎 去桃郎的意思 这个市集 以桃艺为主的这个市集 欢迎大家来报名 那手作桃部分呢 就是开放30位 每天开放30位都是免费的 希望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手作桃与茶月的对话 然后可以来这个地方报名 是 所以我们这个桃花园 它是集合了桃、茶、花 对不对 还有花艺 花艺的部分是怎么呈现呢 花艺的部分有 有谭嘉伦老师 他今天我们没有来到现场 没关系到现场 对 那他是一位就是从国外 就是学习一些花艺 然后回来 我有看过他的作品 非常的棒 对 所以现场大家可以置身在这个 相当具有涵养的一个 花艺的展区当中 大家来看桃还可以品茶 真的是很棒 所以大家到走进 刚刚讲说2月19号到2月27号 地点是在花园文创园区的第六栋 相信走进花园文创园区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来走一走 看一看有桃、有花、有茶 而且还可以亲自手作捏桃的感觉 是 好 刚刚三位 你也算是艺术家了 三位老师 那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桃还有这个桃花园 其实呢今天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这一档的展览 它还有结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公益 所以今天我们的玉柜执行导 也特别到我们节目中来 江医师 是不是我们这次的展览里面的公益区 是 公益作品艺卖区先说一下 是 我们这次 虽然是陶一家都很辛苦 所以中央政府特别有一些预算来支持他 所以有腰展费 邀请他们来展览费用 对 那也有我们授课 例如说 我们把每一个陶一家 它最擅长的部分交给大众 而且是免费的 有授课的经费 对 那当这些陶一家 接受到政府的这个资源的时候 其实从内心开始 就有一个想要回馈的想法 好棒喔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景气并不是因为疫情不是很好 相对的这些慈善单位 他们收到的善款也减少 对 那可是这些弱势的团体 还有这些机构 他们还是需要帮忙的 对 所以我们十位陶一家 在我们授课的寿老师的带领之下 他们就愿意把他们的作品 来捐献出来 来意卖 那意卖的成果呢 我们就捐给我们散幕中心 朱玉贵 朱执行长 由他来帮我们照顾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或弱势的家庭 是 所以我们这个桃花园 不只可以看桃想花品名 我们还可以做工艺 所以会有我们十位的 杰出的艺术家提出他们很优秀的 很漂亮的作品 要现场工艺拍卖 所得就捐给 登登登登登登 玉贵最开心了 对不对 玉贵是不是也跟你说明一下 如果 不要说如果 我们在未来拿到这一笔善款 之后我们要如何来运用呢 是 也跟花莲相亲报告 也很荣幸 在这次的桃花园的活动 有前文化局长的江耀成一师的邀请 能够让我们花莲山目中心 我们在做儿童少年的安置教养工作 还有我们在飞旋屋 我们有一些画画的课程 是提供给社区的孩子 让他们共同的参与 能够也在之前跟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经验 能够帮助我们在花莲在地的孩子 他们的对于美对于善的学习 我想大家可能对花莲山目中心并不陌生 因为花莲在地已经35年 我们照顾12岁到18岁的未成年的孩子 他们遭遇到家暴或是遭遇到性侵害的一个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一些安置 就是我们受到幸福的委托 然后长期的照顾他们 那之后我们也是有辅导他们就业的部分 那特别是在更晋升的话就是 所谓的家暴妇女的就业 还有我们一些特进家庭的一些辅导 其实都是这几年 这35年以来所能够持续能够服务我们花莲在地 我们他每一年可以接触到的孩子跟家庭 大概有一百个一百个家庭 所以能够透过这样的关怀当中 能够使孩子们他们真的能够有孩子们的快乐 而父母能够成为一个父母的角色 那我们知道说这两年来的疫情 其实对安置机构或是对所谓社福的团体 他们在我们在募款上遇到了蛮大的困难 因为我想说每个人在生活的物资都上扬 其实身上拥有的钱真的也不是很多 可是大家还是很愿意支持我们 其实我们很感动 那也是透过这次的桃花源的活动 很谢谢十位的桃一家 他们的创作他们的精神 其实我们非常的感佩 能够在他们困难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我们 所以我想这样的精神跟这样的爱 我们会延续下去 把这样的善美能够带给大家 是 OK 所以其实我相信黄周凯指寻长 在我们的另外一个摄影机前面 听到大家的分享 我们这时候就要给指寻长一点压力 他在投效嘛 我们想说其实我们中央给了这笔预算经费 能够照顾到我们的这些桃一家 我们还希望这个艺文发展不中断 那可是你们又可以回馈给我们的社府机构 希望可以照顾更多的弱势的家庭跟儿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 确实也回应到我们中央 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纾困专案 来帮助所有的国民的一个用心 那所以黄周凯指寻长你还在吗 有听到吧 有喔 在在在 好那是不是今天这一档的这个桃花源是2022年111年的第一个大展 那后续因为疫情到现在其实还不是很趋坏 那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中央还会持续再给我们的艺文创作者更多能量的执行长 当然就是在各种的艺文方向我们都会来继续做补助 那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桃一展 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桃一展 所以就是以花蓮在地10个创作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为主 那这个是因为本来每一年花蓮都定期会办一个国际的一个柴烧节 那把这些作品把全台湾有在做柴烧的艺术家的作品在这边做展览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计划呢就暂停了 那暂停之后遇到积极性纾困的方案 所以我们就在华蓮申请了这样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展演 一个展览 那但是呢111年呢我们希望国际柴烧节 一样能够在华蓮来举办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预计在今年的暑假 我们一样会继续的来为这个活动来争取 那初步也已经有跟文化部说好 希望这一个活动 国际柴烧节能够如期的来进行 好谢谢我们的洪中海咨询长也很感谢我们中央能够持续的关怀 我们的每一个各行各业的这一些乡亲们 考量到大家的一些需求跟发展 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桃花园 刚刚讲到了说桃花茶 我们在地十位优秀的这个桃艺家的创作之外 好像我们还结合了学术跟学生单位 对不对 这部分我们的江医师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有一个非常棒的因缘 就是我们跟东华大学艺术人文学院的义创系来合作 那我们义创系的郭文昌老师 非常非常的认真 他有四位桃艺的研究所的硕士生 他们也想来感受一下 因为我们这些十个在地的人 是真一说从泥土东出来的大师 毕竟跟学院派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些学生如果他们已经订好 这一辈子是做朝裔的一个艺术创作 为他的生来直至的话 其实学院派跟我们在地的 这个泥土长出来的十五派 互相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次很谢谢我们郭文昌教授 他就主动跟我们接洽 然后他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专门展览专区来做跟我们这些桃艺家 做交流 好棒 那当然他和他的学生 也会以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来展现在各位乡亲的面前 是 这样听起来我们的桃花源 是越来越丰富了 是 不只我们有十位在地优秀陶艺家的作品之外 还有这个学院派的 这个硕士班的同学 对 跟老师教授级的一起来展 大家一定要到现场看一看 这个理论派学院派 跟我们这个食物的在第一线努力烧摇 每天这样子流汗 听说这个待会一定要请我们的寿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一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完全完全不一样风格的这样一个桃艺的作品呈现 真的是很难得 而且绝对是让大家收获满满的 那现在就赶快请寿老师 听说我看看你的脸书有写 每天日月敢公布了这次桃花源 那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一次有准备哪一些的作品 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新的自我尝试或突破吗 我们2月17号 19号开始展 那我们为了这次的展览 所以做了一些作品 所以这几天为了要赶着这批作品 所以就是一直不断在上诱之中 天气太冷 天气冷潮湿 然后这个釉啊 釉藥的干燥变得很慢 很慢呢我们就是粗心大意 然后又加上那个水心逆行 水心逆行都来了 所以手去拿那个作品 我以为是干的 是 结果它是湿的 表面是干的 里面是湿的 结果 结果就整个滑下来 就一次就毁了我三个桃花 一次就毁了 心痛啊 这就是作陶的辛苦 作陶人的那个辛苦谈 对 有时候当然你有快乐的时候 也有失落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骚摇 都会带给我们 每一次特别的快乐 因为 你完全不知道 摇神会赐给你什么东西 真的 这就是我们骚摇的人的赌博心态 没有这种坚强的心 你没有办法从事这个工作 是 我有听说就是 有曹玉佳说 每一次的开摇 有可能是惊喜 也有可能是惊吓 惊吓得多 惊吓得多 可是很刺激喔 对 很刺激 这个一瞬间打开真的是 就这样子了 好开心 那个比热透开奖还是急 是 詳许瘦老师是热在其中的 所以 您现在也是很努力在赶工当中 对 差不多结束了 明天再一天让它干燥 后天就入窑 哇 好期待喔 今天带的这个是 这个是 一件那个 自野烧的花器 这也是最近的作品还是之前的 这是去年的作品 去年的作品 这件算是 比较成功的 比较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作品 我相信2月19号 受老师拿出来的作品 一定是让大家眼睛为师力量 一定每一件都是绝作 一定是很棒的 好 我们很期待 我们今天不透露任何的作品 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 陶一家们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那想要看他们的 让你觉得相当惊艳的作品 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对 很期待 大家一定要来 对 一定要 老师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或许还有几天的时间 你还觉得我还可以再充斥一下 来不及 来不及 不 还有时间 让您再做一个准备 搞不好哪天半夜 你忽然惊喜又有灵感 或许我再来试一次 幸运之神会下一度降临 不得了 很期待 好 那小弦老师呢 小弦老师看起来气质好好好 好像一个文弱的小女生 她居然也要跟瘦老师一样 这样子来做这样子一个 逍遥的工作 那您这一次的展览 您有没有给自己一些设定主题呢 有 我这一次除了柴烧之外 我一直就是很想要用粉影这个 烧制的方式来呈现我的作品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做柴烧的东西 那刚好有这个展览的机会 我就是很想要把我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在这一次的展览呈现出来 那当然其实在做这个粉影 其实它也是跟柴烧一样 我已经试过非常多的次数 但是它每一次当然也是会给我一些惊吓 好 好 对 因为其实做陶是带给我们这些陶人 非常大的快乐跟疗愈 但是悲伤也从不成远离 对 那刚好借由这次的展览 我真的是非常 对于我要展览这些东西 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甚至于半夜我都会做梦梦到我在做陶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半夜做梦梦到我在做陶 隔天早上起床就会跳起来 趕快就是去工作室 就开始在捏我梦到的东西 真的 灵感来自梦中 对 所以是太专注太投入了 希望把作品做好 所以今天带来的有你的东西吗 有 这些都是 第一件作品跟这一件就是 上一次的那个花莲柴烧季 对 是我舍不得卖掉 真的 是我舍不得卖掉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藏到现在 那另外一支是被 春初美局上 对 收场了 对 收场了 所以其实 两位陶一家带来的作品 就完全不同风格了 我们这一次有十位陶一家 再加东华大学师生 所以不得了 这样加起来应该有十五位 对 十五位陶一家 他们的风格作品更是不一样 相信会有上百件吧 应该会破百 对不对 两百多件 两百多件 有啊 数百件的这个陶一作品 就在我们的桃花园这个大展里头 相信所有的爱桃的朋友 或者是 你本来不懂桃没有关系 走一趟之后你就会爱上他 就会开始爱上这个桃的作品 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那玉桂直取长 你会带着我们的孩子们 或是我们的家庭一起去观赏吗 是 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桃花园的部分 我们的家长跟孩子们 到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个活动 所以也会在当天 会参与他们的这个 整个活动的过程 那真的是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像江医师 我们在座的桃一家 给我们散母这个机会 然后让我们可以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 是 有可能孩子们带去之后 他们爱上桃 有可能再培养出 下一代的桃一家 很难讲喔 是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他们看到桃之后 激发他内心 最桃一创作的一个想象 有可能就马上就培育出一个 更棒的一个瘦老师 更棒的一个小鲜老师 很期待 有可能喔 所以 那我们的 听说洪忠海指引长 洪忠海指引长 一直跟我们在线上 他本身也很爱桃 那是不是 洪指引长是不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刚在座的四位来宾 都有分享过 不管是做桃 或者是对桃的 这样的一个喜爱 那洪指引长 您是不是本身 对桃艺也有很深 一小度的了解呢 其实我从以前还在 当老师的期间 我有参加过很多的 桃艺的研席 那包括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们排桓组的蛇桃 就是说有百步蛇在 这个桃翁上面 那 那时候我做的一些作品 现在也都还留着 那柴烧的作品 其实这几年来越来越夯 因为柴烧的这个作品 它有它的特殊之处 我去看过现场的一个 烧窑的情况 那 它没有去上钥 所以柴烧的作品上面的这个 花纹纹路是因为灰烬在上面 掉在上面之后然后融化 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独特的作品 那 所以柴烧的作品 你看到它之后 会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那我们呢 在台东 在花莲也都有陆陆续续在办一些 陶艺的课程 像 我在一个社区有办 制作陶板 那这个陶板就是 做完之后我们去美化社区的墙面 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展陶艺 我觉得应该 是家家户户应该都能够 很容易接受陶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只是说 做完了之后要到哪里去烧 所以就要在地来推广这样的一个陶艺的活动 那有越多的这个陶艺家 他在地 比如说他自己有窑 那我们做完的作品可以到他的窑去做烧 烧完了之后就可以来 不管是布置自己的家里面 或者是布置社区 我想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自己都会去参加画展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展览都会买作品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一个展览我也非常的期待 希望看到很多的作品 很棒的作品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到现场 把这些好的作品带回家 好谢谢我们的洪宗凯质询长的分享 看得出来那也是爱桃之人 相信当天的公益拍卖区 我们的洪宗凯子群长 一定又要大套要包 来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 留一点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好不好 不然我们的陶艺家 可能要多准备一点 公益运卖区要多准备一点点 好那今天跟大家来报告就是 这个桃花园大展 从2月19号到2月27号 就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 我们可以在花艺布置当中 来看桃作品来品名茶 那还有一些公益一卖的一些扇行 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节目最后 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来宾 今天跟大家来做最后一次的号召呢 来 桃姜茜茜茜开始 各位亲爱的乡亲好朋友 新年快乐 在这个新年刚结束的时间 2月19号到2月27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桃花园 有好花可赏 有好茶可品 然后有好桃可以看 更有慈爱的爱心 可以来分享给大家 欢迎您来参观 美好的生活一定要有美好的艺术来提升 桃花园 欢迎您 是 好 谢谢 那我们的社老师呢 我是社展人 所以我一定欢迎大家多多来参观这个展览 在虎年这个新春的季节 看这种展览 绝对有帮助 一边看展览 一边做公益 一边跟桃姜茜喝茶聊天 是非常好的享受 是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小玄老师呢 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手作陶的活动 捏自己喜欢的器皿 是好 那玉柜执行长 记得来哦 我们要支持跟欣赏我们桃姜家的创作 也谢谢你们支持花莲山目中心 好 那洪周凯执行长 来是不是最后也请您跟大家来号召一下呢 是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非常的有特色 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把作品带回家 那除此之外 在去年我跟中办的执行长蔡培慧呢 我们在一次的聚会当中有提到 就他赠送了我 南投的红茶 就是他们是日月坛 红玉18号的红茶 那他特别推荐他们的红玉18号 那我就说我们花莲台东的茶其实更好喝 就是花莲有蜜香红茶 在台东有红乌龙 那我们一个小小的争辩之下呢 我们决定在这个和欢山来举办 这个润茶的活动 那在我们南投跟花莲的交界处 就和欢山这个地方 希望在今年能够把这个活动办成 那这个活动上面除了能够品名 就是就像这一次的活动一样 能够比较一下我们南投花莲台东的茶 哪一个比较好 除此之外呢 我希望这个活动上面的茶具 能够用我们艺术家的这些柴烧的作品 所以希望这个活动 好谢谢 谢谢今天这么多的来宾 跟大家来分享 跟花莲乡亲来报告 在这个开春之后呢 第一个花莲的最棒的一个展览 就要登场了2月19号到2月27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 我们的桃花园 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大手千小手 我们一起来亲近我们的桃影 也谢谢我们的艺术家们 请你们继续努力 要到最后一刻 希望可以让我们再看到更多更棒的作品 谢谢我们的江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美贵 谢谢给你的收看 我们下个节目主题再见 拜拜